兄弟们大猪也可以玩的如此疯狂 一次铁就大暴走接两次铁就大暴走 毕竟三十多年还没有玩空中小脚一些 大家好我是醉 今天这场比赛是镇元大仙大战游小吻 镇元大仙终于不和唐僧打了 也有新的对手了 那挑战游小吻那么成功 游小吻也是号称吻神 和三神其名 镇元斋开上一个片砖好不错哦 反面醉酒泡杯子电话推一个吹酒 大招崩一泡 那现在游小吻已经半血以下 镇元大仙会不会使用无限连 我想他应该会的 再来一口大火 还没有死已经晕了 其实已经晕掉了 只是还没有起来就没了 来看游小吻下一个角色第二个回合 我们来看游小吻的哈维迪 哈维迪这个跳又被骗抓了 镇元大仙听见手感很好啊 哇又是一口大火吹到空中 空中C里弹跳最恩十五了 没连上 这个镇元再像个猴子一样跳来跳去 还能不能再来一次骗抓 现在哈维迪啊找机会 来一套狠的 其实哈维迪现在没有气 即便连上一套也不用怕啊 也不会有太高的伤害 镇元大仙还有将近逆滚的血 他不可能一套带走 现在哈维迪再寻找机会 哦又被骗抓了 这一套连吃几次了呀 好的游小吻仅剩最后一个人了 第三个回合 我们来看游小吻的红丸 红丸他的头级比较强 镇元大仙还能不能再次骗抓得到呢 红丸先清掉掏两点 镇元大仙做个防守 红丸中角散叠C两T 雷光拳 漂亮 哎呦 前轻腿点一个C头 C头并没有点红丸头 什么情况这红丸 还不准备把镇元大仙给一套放倒 还是没有接住呢 又被骗抓 又是这一个套路 一个套路吃到饱 红丸什么情况今天 镇元大仙找机会 爆气了 爆气之后 要不要再骗抓一手 再骗抓一手 机会来了 这次不用骗抓了 直接上超杀 用拳脚连上 其实镇元在用拳脚连上 对手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需要很近的距离才可以 在高端局中对手 很少给你这么近的距离 需要你自己找节奏 找距离 看第二局 镇元大仙穿三拿下第一分 这局 哇布莱恩也是猛的 可以啊 下金角 点C的C头接大招 不接大招闪神骗了一个生龙 镇元大仙玩嗨了 杀疯了 铁头弓 尤肖文的柴主这么美了 尤肖文其实是有随机的 第二个回合 我们来看尤肖文下一个草蹄精 先来一脚 恐龙摇摆 追击一下 中腿都要没接住 轻脚两点到处接住了 镇元大仙也失策了 刚才那一波不应该那样接啊 风险超级大 对科典镇元大仙破绽还是不小的 七十五十感 一个小小的七十五十感就这么重了 天阳崩 好的镇元大仙下一个就在现身 镇元大仙的镇元带来了 刚才这个镇元带直接穿上了一蚊神 这一局呢 这一局游肖文直接暴击 暴击之后 哇镇元带又开始了 反边吹酒接喷火 那的一个反弹看来是要一套死了呀 今天蚊神貌似要被暴凑了 现在镇元大仙继续追击 连续追击 哎哟 接不上 七角两点也套不到 镇元带现在又开始这样跳了 一直在跳 跳起来抢招中权出击 哎哟 你哪里跑 还是哎呀 折到一个反神尾 超杀五十 中断毒咬 其实五十该上天 一CD 两CD 三CD 看来是残血翻盘了 二弟来一发五十吗 没有来 C头其实D头C头都带不足 来个五十更保险 二弟来看镇元大仙 最后一个角色 今天阵元大仙表现还是不错的 看下二米的 刚才第一局没有表现出了下二米 这一局相后可以爆发一把 他先来了一个地头 一跳地抢招 一个转腿 操了 已经废了 也废了 好双锋来到第五个回合的交战 看有效能的轰丸 轰丸爆气 对手也爆气 中角闪电三连踢 交墙反 不会接雷光拳 因为这枪反掉血不多 现在如果轰丸抓到一套的话 那下二米肯定彼此无疑 三颗气加爆气 这不得了要达到 大发电者强抓 这个大发电者的雷光拳 然后又一个下 下轻角没点到 又有那个下轻角 做了一个很快的修正 不是吧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呀 镇元大仙没有反应过来 看下一局 下一局游销文用 哈地伦手罢了 这一波随机到那个哈地伦 发波 镇元大仙还没有练随机 所以说就用了主力 踢一脚 铁头过空中摇摆 反身为来脚 接比杀 这样的话刚好到角落 继续地头剑 堵开 哇 最后一波下中角 都是使用高伤的技能啊 现在来到游销文 下一个游力 游力首先相杀 空中摇摆也相杀 爆裂掌机来了 裸了个爆裂掌机 居然他还中了 好 现在啊 游力继续清掉两点 眼一撅起来 镇元大仙没稳住 C帝圣龙接个波 波接C帝 雷空全撩倒 清掉点一个C头 C头飞翔拳 飞翔拳两段寻掉了 要不要接大招 不接大招 已经晕了 现在如果想秀的话 接个大招没有问题 当然目前这个血量 是可以秀灰光的 后面跟镇元大仙 下一个镇元摘第三个回合 镇元大仙直接暴击 游力也紧随其后 后面游力再找一个爆发点 看这个爆发点在哪里 又被抓了 镇元大仙最久 POPT连环直接开大招 漂亮 推到角落 镇元大仙继续给他一个推 用大招把这个给剪起来 这个操作可以 一套带走 这就是镇元大仙的威力了 只要搞晕 必须一套死 看游小吻的 King如果不一套死的话 真是浪费这次机会 因为他抓个机会太难了 要么灌云要么距离很近 这在高端局中都是很难实现的 跳CD落地机 现在King也开始一套超杀脸 Max超杀 超必杀杀 漂亮 中间中段 落地机再反弹 接必杀望向心 看来游小吻也是要把对手给一套带走了 建议玫瑰 落地机反弓 漂亮 点到可以建议玫瑰选风梯 最后一点血 接大招把满足塔 好的 再看战元大仙呢 最后一个人 第五狗配合 夏二米 夏二米还是一如既往的直接爆气 你爆气之后才可以打出高伤天野爆气了 现在夏二米 被打到 先跳一个CD接落地机 哇这么近的距离接落地机 他CD打得很低啊刚才 现在又来一套超杀 那建议玫瑰大仙大势已去 落地机一钩 战中拳抛下中角 连到腿收割一把金玫瑰 嘿 那两个爆气 都有爆气了 好 建议玫瑰大仙剩下一滴血 看着一滴血该如何发挥 哇 他先来了一个超杀 不得要被抢反了 优小吻拿到了第二分 我们来看下一局 建议玫瑰大仙再次发起挑战 这一次 优小吻也选出了 布莱恩 哇开场布莱恩对布莱恩看谁 咬得更快啊 咬摆是吧 哇 铁头跟空中咬摆 直接中拳截大 优小吻的布莱恩也很稳的 这个角色其实不错的 伤害超级高 哇 来一拳就直接上必杀腰抓了一次 看 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一滚血 正元大仙居然败于优小吻了 玩布莱恩还是主力啊 后面看正元大仙的正元真 哇 开场来个空弩摇摆 逆向过顶 来一拳没打到 反而被正元再救 对就会被天天还了 也没有抓晕对手 还是被成功闪过去了 什么情况 大招 哇 大招都被抓了 现在优小吻呢 那这点血肯定是没了 这个正元再灌就好厉害啊 大招强灌 看第三个黑格 优小吻的大猪 皮皮猪 这个正元再又想灌掉 其实啊 大猪早有觉察 就直接把他给逮住了 跳地 骗抓 对手使用了圆柱 这个圆柱来的好急死啊 因为是在游小吻的这个地方 也在右面 可以看见 他这个还没有死掉的队友 就可以 进行一个圆柱 哇 小脚以仙 前 实施了四十多年 铁球两段 抓一个智灵头 带走了 最后这个血量算得很准啊 他正元大仙最后一个夏二迷 希望夏二迷会更狠 因为夏二迷本来就是一个超狠角色 也是棋手困难户吧 他的棋手比较单一 清掉两点 接暗黑雷光拳 CD一下 两下 三下 雷点拨 再接暗黑雷光拳 希望正元大仙 不要十五 不要十五 小跳 直接抓 嗨 双坡来到第五回合 其实游小吻打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他是随机打的 可见 可见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 来看游小吻的琢磨 对一个会玩三吻的玩家来说 其实玩三吻和主力差别 并不是很大 虽然有些属性的差别 CD以下 三下 琢磨交出了飞翔角的强反 哇 闪电腿 踢一脚尖 再来闪电腿 飞了 比分现在来到2比2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支决胜局 决胜局的话 游小吻随机的金馆掌 而且有个八神手底 这对游小吻是非常有利的 有一个八神手底 哇 小吻 飞燕斩空中 没有打出第二段 哇 还想占中拳 不可能 占中拳其实很好破呀 只要你意识到他要出占中拳 就 可以破的 跳A 飞翔角 我以为他要接跳一飞翔角压一套了 他并没有那样压 空中 阿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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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元大仙的布莱恩被废了 我们来看正元大仙下一个角色 正元斋 布莱恩其实在高端局中你别看他伤害高啊 很被动的 因为我本来就在玩 特别被动 他的很多棋手都是靠凹的 好 大招推吧 因为你喜欢凹的话你变布莱恩那是绝对没有错的 两口大火 空中醉酒泡贝特连环 击晕了 躲过援助 再来一波醉酒泡贝特连环送他起飞 我们接着看优萧文的下一个人 优萧文的King 第三个回头 King的快腿 哎 正元在暴气 King先来一发镰刀腿中脚来个波 正元大仙找机会又被空楼了下来 King的跳飞滞空拳是牢牢掌握住了 没有办法 太强了 现在再来一发落地鸡镰刀腿 正元美国旋风体空中解答 正元大仙半血以下 好 优萧文呢 继续追击 哦 哈 其实应该想到正元大仙会出这一招了 合得距离太近了 先来一炮 空眼烈炮 好 吹酒 吹酒接比上 哦 你还有一点血 晕了 晕掉以后呢 就可以起飞了 正元大仙的正元斋 仍然是可以撑起半天天啊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游萧文最后一个八神 由八神手底 游萧文胜率就会增加很多呀 先正元大仙抱一气 准备将八神秒杀 让他抢反都反不出来吗 看呢 有没有这个机会 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因为抱着八神速度很快 正元在下抓机会太难了 比抓普通角色要难上二倍呀 对波抓血风 明显正元斋已经没了 天元斋之后来个八只鱼 优势我们也是下手够狠了 看正元大仙最后一个人 其实下二米对暴斗人物还是有一定的克制性的 因为下二米爆发高嘛 一旦抓住机会那是照死里揍我 清掉点一下就可以接雷光拳 可是八神二倍速没办法 就太快 只要能点到一个下心脚还是可以的 黑雷光拳八神核实交强反 空中交了个强反 那后面下二米啊 稳住 八神来个地波抓下血风 落地溃化 然后八神再次紧随机会 哎呦八神暴击了 暴击找机会 准备干他一下子 地波地波 百合者没有动 哎呀还是被八神套到下盘了 其实双方都是在寻找对付的下盘破绽 下二米也是 因为下二米本身就没有什么好的切入方式 在暴击八神这里他又不敢 哦 没办法 最后游小文还是险胜了 天堂之言落地溃化 最后结巴之女 好的 游小文3比2拿下了阵源大仙 结束比赛 希望阵源大仙 下一次能挑战成功吧